臺北寧夏夜市宣布 1月25號晚間六點 到晚間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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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鎖火鍋品牌員工 在顧客面前 大跳中國歌曲科目三 近期連臺灣分店也跟進 現在這股熱潮也吹進臺灣夜市 工作人員協會幹部 在辦公室練習科目三舞蹈 為活動暖場 臺北寧夏夜市宣布 1月25號晚間六點 將舉辦科目三舞蹈競賽 消息一出湧入大量民眾報名 為了吸引年輕族群關注 不遺餘力 但是科目三畢竟來自中國抖音平臺 部分民眾認為有統戰疑慮 有人用諧音梗嘲諷是武統臺灣 寧夏夜市完美示範 何謂負面行銷 我覺得應該會比較多是像 就是像跟我心態一樣 就可能抱著就是覺得有趣的心態去看的 比較沒有牽扯到政治層面的話 我覺得就是一個單純的表演的話 我覺得應該這樣子的交流是很OK的 品牌做評估的時候 它還是要回歸道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話題對它自己本身 比如說業績的吸引 或者是消費客權的幫助 儘管主辦單位強調 只是利用時事炒樂氣氛 但卻意外牽動敏感話題 粉絲新聞才有錫張容甫台北報導 哈囉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Attention 不少人聽說 ak、定音 你和人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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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那些人 你和人工人